在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 由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国防动员部 联合主办的百所学校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试点活动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19号在浙江杭州举行全国多地联动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 陪速他们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 为全民国防教育乐注入新火力 在浙江省军区启动仪式现场 庄严的升旗仪式和深情的同声朗诵 为启动仪式拉开序幕 随后解说员引导师生参观国防教育成果展 一件件手工模型、科技发明等 生动展现了浙江省中小学校的国防教育实践成果 在数字化展区 学生们利用VR虚拟设备、仿真操作平台 沉浸式体验坦克操作、飞机驾驶 和战役攻防指挥等项目 在陆军第72极端军谋旅 官兵们为前来观摩的师生 带来了一场硝烟味十足的模拟演练 让他们真实感受现代战争模式 领略部队顽强作风 师生们还通过参观装备展尘 体验模拟射击、参观军事场馆等活动 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熏陶 今天这样子的活动 相信在他们身上会埋下一颗种子 将来成为一名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公民 据了解 此次试点活动在浙江、河南、湖北三省展开 共临选一百所学校走进军营 开展探索体验、互动交流 陪助学生重军上午的思想观念 和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 发掘了运藏在军地之间 开展国防教育的广告空间 我们将继续凝聚军地合力 架起营门和校门之间的桥梁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关爱国防 死日军营 国无防不利 民无防不安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院 连日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 普及国防知识 增强国防观念 积极营造 关心国防建设 参与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湖北 山东 安徽 江西等地 通过多种形式 组织开展国防教育 禁校园 军营开放日等系列活动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 增强国防意识 提升国防素养 作为一名中学生 我要时刻关注国家安全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将来的国防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通过国防教育 禁校园活动 增强广大青年国防观念 和家国情怀 用行动续写爱国 报国之志 在湖南宁远 县人武部官兵 向学生讲解武器装备的 使用方法 让学生们临距离观摩武器装备 体验官兵日常生活 增强国防观念 和同学们一起讲解 红作团统 感受练兵豪情 分享强军成就 就是要进一步 武器国防知识 强化国防观念 在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所限 当地多部门联合 组织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 通过政治动员 人防动员等课目的演练 让学生认识到国防的重要性 增强对国防的关注和热爱 练习正在外国防止 在国防的关注和热爱 联合